各位錶迷你們好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豬仔講錶的頻道 今天第三隻的推介 就是晚上8時半 豬仔很努力地追回進度 有個錶迷今天跟我說 豬仔你最近好像拍少了片 真的很忙 一般都是維持最低下限 出到四條片 我先說一隻錶 鏡頭前面這隻 就是Orient的Raven 這隻Orient的Raven 就是Marco的前身 他都滲透著Marco的味道 這個Raven是比較復古 例如採用了顏色 用上了七八十年度很流行的 螢光橙色的錶盤加內影 你看到內影邊框的位置 都用上了橙色的元素 在這裡都用上了橙色的元素 再加上了 十二點位置 這裡用了一顆野光珠 凸起 我試試拉近鏡頭 大家可以看得清晰一點 你看到野光珠做了凸起 都是滲透著復古元素 再加上配備了全自動機械機芯 東方一般都是用自家機芯 F6922的東方自家機芯 如果你是東方的標迷 對於機芯一定不陌生 但如果你是 我從來未玩過東方 真的值得去看一下 朱仔的推介 這隻Raven的橙色的錶盤 採用了東方F6922的機芯 這隻機芯 時間標準不差值方面 每天是正25-15 一天大概走出來十秒左右 40小時動力儲能 21,600的震頻 這隻手錶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螺旋式錶盤 亦有一點互觀位 和Orian Marco很相似 他是Raven Marco的前身 你看到有一點互觀位 凸了出來 而且比較貼身 比較貼手 標觀上也有一個 Orian雙屍墨頭的標誌 還有一個黑色的Bassel外圈 做了一個鋁片的設計 鋁片的外圈 做了啞身的鋁片 我自己覺得啞身的鋁片 比較漂亮 如果做光身的鋁片 就會比較容易花了角眼 還有 有些斜斜的元素 你看到它是向外傾斜的 那個鋁片圈 看上去更加立體 大家還有沒有留意 除了這個外圈是向外傾斜之外 裡面這塊玻璃都凸起了 做了斜邊 這個我現在指著這個位置 凸起了做了斜邊 就變得更加立體 打側望的時候 還有它也滲透著Orian Marco的元素 你看到五點 九眼坑 五十 五十 sorry 不是五十 五十 十五 這個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五 五十五 這幾個位置 都是做了一個 凸得深一點的九眼坑打磨 你看到這個位置 凸得深一點的 和Orian Marco很相似 也是一個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你看到它做了120K 轉的聲音比較響 120K的一個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做了這個 手感比較緊 另外你看到Orian Marco 或者Raven都有同一個元素 就是星期日力槍 就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間斷 分開兩個格子 很多時候手錶都黏在一起 這個做了一個間斷 而且你看到它做了一個 黑色的金屬邊框 有金屬邊框 更加凸顯了層次感 用了白底黑字的星期日力槍 另外你看到六點位置 用料粗寫著 Water Resist 20個bar的防水 我們一齊看看夜光 一般日本手錶 夜光 大家都不會令到 覺得它失望 因為夜光非常之光亮 我相信東方都一樣 一齊看看夜光 時分針加上秒針 加上黑度上面的點點 再加上Basho外圈的夜光珠 我們一齊看看夜光 夜光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非常之靚的夜光 再加上螢光橙色的錶盤 我記得有個錶迷 近太太經常問我有沒有橙色的錶盤 的手錶 希望它能看到我這條 Rate refund的推介 好了 試一下向下轉動 先放開螺旋式鎖錶盤 錶盤是螺旋式鎖錶盤 配合200米的防水 是一隻專業的潛水錶 我先嘗試搖一下 輕微搖一下 好一點的虛位 拿起錶盤後 有停秒功能 看到F6的機心 我先嘗試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的手感也很緊緻 教出來的感覺也很好 很緊的 好了 教到六點多鐘附影的位置 半格我們教星期日力槍 半格我們向下轉動 教日力 一格一格調 聽到嗎 好 向上轉動 教星期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我猜大家看英文比較多 教完之後再按進去 我們在這個狀態下 試一下向上轉動 上發條 F6922的機心可以手上發條 除了有停秒功能之外 亦可以自動上發條 按著它向上轉動 鎖上標關 同樣這個位置 雖然是它的優點 但是同樣也是它的缺點 就是它的護官的位置比較貼身 當你上標關的時候 真的比較難上一點 就是比較要用力一點 因為它有一點阻礙了 這個是唯獨四的缺點 是我自己的見解 那標腳位置 你看到它做了拉絲不鏽鋼 延伸的側邊部分 做了拋光 其實呢 旁邊這些做了拋光也做了幾漂亮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花紋 好了 另外這邊方向也是 同樣 左邊這邊也是拉絲鋼 拋光 標身中間的部分 這個做了光身 標帶方面做了耳蓋 跟這個Marco有一點不同 有些標迷可能 沒有看過 如果你家裡有Marco 可以對比一下我手上的Raven 就是這裡有微微向入的彎曲 這個耳蓋位置 你那隻Marco沒有做到耳蓋 微微向入彎曲 所以這裡看下去就會復古一點 還有立體一點 這個位置 這個是Raven的特色 另外看到那條實心鋼帶 很紮實的 錶帶 厚身的不鏽鋼 選了兩行拋光的點綴 三行拉絲選了兩行拋光 另外 標扣做了一個Double Lock 一個接接式的保險標扣 上面值得讚的就是有四個微調位 還有一個Orient雙屍墨頭的標誌 在這裡呼應整個標 按按鈕打開 做了一個光身的鋼橋 你看到它做了光身的鋼橋 另外也是用了一個 一般潛水標都有的 螺旋式鎖底蓋 它做了物底 沒有做透視的底蓋 上面都有兩條瓶沙的Logo Water Resist 20個Bar的防水 寫著了Japan Movement 寫著了Apsons自家的機身 Japan Movement 這是泰國組裝 東南亞組裝的一種 東方自家機身 好了 螢光橙色確實是很鎮定的 在這個過年時間 我覺得可以穿鮮艷的顏色 帶起了整個人 帶起了整年的焦氣 包括我手上的螢光橙色 Orient Red Riven 好了 豬仔推介 外面賣到 我看看也挺貴的 也加了一些價錢 有些標譜賣1,700多 有些標譜賣2,200多 最便宜的1,400多 1,300多 找到我以前的帖子 很久以前的帖子 應該超過了兩年的帖子 那時候真的很划算 我看看是1,300元左右 好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究竟現在有沒有貴到 1,328元 1,300元 豬仔手上有1隻現貨 明天或後日 有兩隻 薪品 1隻橙色的 Red Red V § 這個Orient的潛水錶 即將重量方面 度一度 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 到說 SDX 也沒有寫多重 162.4g 過了150g 朱仔覺得手錶有點手感 另外直徑方面很適合香港人的手 尤其是很適合朱仔的手 因為我的手屬於比較小 標徑方面是41m的標徑 厚度方面是13mm的 Luck to luck是47-48 其實看上去的內圈只有39 所以看上去的手錶完全不大 朱仔試試戴上手給大家看 戴上了14.8cm的手環 究竟是甚麼感覺 以及這個耳蓋的位置都很貼手 螢光橙色的標盤 再加上升旗的日曆時昌 一個超強的夜光提升我們看過 再看一次 一個很漂亮的夜光 喜歡這隻標的標謎 1328 1328 朱仔手上有一隻現貨 明天或後天再有兩隻 總共只有三隻 不太多了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 Rate Raven的你 就可以在封面標題 找朱仔的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我 打給我都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Rate Raven 想在佐頓店裡還是荔枝庫店裡 一隻橙色的標盤 新一年就希望大家有新的開始 買一隻新的手錶 賀你的新年 農曆新年 因為手錶就像風車一樣 將那些衰氣可以轉走 將好運帶給你們 希望大家2024 有新的開始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喜歡朱仔的頻道的你 就可以 按下鈴鐺訂閱 不要錯過朱仔的筍標推介 1328元 真是非常超值的價錢 喜歡這隻標的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